Final的这个Pretrial Conference上面 郭先生他自己有说话吗 对很重要的一点 没说 其实前面呢就是我说的 因为关于这个S4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了 就是那个起诉书S4版本 这个出来了以后 实际上郭先生还没有在听声音上面 去声明自己认罪还是不认罪 所以今天有一个环节 就是法官亲自问郭先生 第一个就是你有没有看了这个起诉书 你有没有拿到翻译界 就是翻译的这个中文 因为知道郭先生是中文的母语 有没有 然后另外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 你认不认罪 那我们在现场这个前面 郭先生就听了yes 说了yes yes 然后最后法官问到这个 认不认罪的是 因为中间还有翻译 有认罪翻译 郭先生就说了 这个绝对不认罪 但是突然这个声音很大 就把我们吓了一跳 就声音很大 因为他也带着耳机 我估计可能也是耳机的缘故 就是没意识到这个声音很大 总之我们能感受的就是那句话当中 带给我们的这种信心 决心和这种气魄能感受的就是我们整个现场的战友也在这边听了也听了 而且现场也有其他人 我相信大家都有这种感受 就是绝对不认罪 所以就给大家去分享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郭先生这个突然讲这个绝对不认罪的时候 这个我现场观察的一个细节就是马上这个有一个律师就跑过来 马上轻一点 声音有点很大 很有意思 大家